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0月7日 星期四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據報有詐騙集團竟然欺騙香港社會福利署 據報是假裝撞車 另外再問社署拿錢 拘捕了二百多人 整個細節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商也說說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 先提醒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自製車禍壓蛇柱 騙徒開車撞巴士 讓城14人受傷 涉及11名的棄子 當中有6人原來已經騙了社署70萬元 問題到了 警方倒破一個透過自製車禍及偽造病假子 騙取社會福利署交通意外傷亡援助的詐騙集團 一共拘捕275人 他們涉及去年2月到今年4月期間的121宗交通意外 一共騙了約1400萬元的援助金 警方昨天見記者表示 提到其中一宗交通意外 當中騙徒竟然罔顧安全 在東沖開車撞向一部巴士 車禍中有14名傷者 當中有11人是棄子 翻查資料 相關車禍發生於2023年6月16日凌晨3時半左右 當時有一部龍運雙層巴士 行經東沖東交匯處期間是同一部黑色私家車相撞 警方經調查後發現14個傷者中有11人是詐騙成員 他們有不同的分工 例如有蛇頭、棄子等等 事發當晚一行人分批在不同的巴士站上車 騙主路指令私家車撞向巴士 他們有8人已經被捕 其餘3人正被通緝 根據社署記錄 其中有6人已經取得到援載款項 涉及70多萬元 警方批評不發分子 不但詐騙公帑 更加罔顧其他市民的安全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這樣也可以騙 據報社會福利處有一個交通意外傷亡援助 通常一撞車就可以申請 原來當中是有人扮成車禍的傷者 當時他們的確在巴士上受傷 送到醫院 令B商這樣就可以向社署申請這個傷亡援助 原來也很有系統 以東沖那單車禍為例子 原來14個傷者中有11個人是假的 是棄子 扮成傷者 另外一共拘捕了270多人 當中涉及121宗交通意外 一共騙了1400萬元 厲害 未知背後的集團有多龐大 估計行動進行當中 也要翻譯一下過往的車禍 尤其是多人受傷的車禍 是否涉及這個集團 另外也提及這單消息 根據《仙島日報》報道 49歲的男高級警司被捕停職 涉及電梯裏非禮女民職 警方表示港島總區重案組 在較早前調查一宗非禮案 經調查過後 在11月5日昨天 在元朗區 是以涉嫌非禮 拘捕一名49歲的男警務人員 他已經獲准保釋後查 要在12月上旬向警方報道 該名警務人員已被停職 警方強調 警隊非常重視人員操守 任何人員剛犯違法行為 警隊絕不容忍及顧識 定必嚴正處理 消息說被捕人是高級警司 支援科的周毅剛 涉及在電梯裏非禮女民職人員 翻查昔日報道 他過去擔任深水埗分區指揮官 以及駐守新界南交通部期間 曾經不時現身傳媒 以上來自《仙島日報》的報道 據報這位高級警司被捕 是涉及在電梯裏非禮女民職人員 內民未有更詳細的報道 還有待進一步的資料 另外他已被停職 另外也提及這件事故 根據HK的報道 話說城隧兩輛貨車相撞 的士被捕及司機當場爆粗 內民提到 昨天11月6日晚上約8時50分 城門隧道往荃灣方向發生交通意外 兩輛貨車和一輛的士在管道之內相撞 三名司機和其中一輛車的一名乘客 都受慶傷 全部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到今天11月7日凌晨 網上再度流傳相關車鏡影片 相信是來自攝市的的士 第一身視點的車鏡片段 根據片段可見 的士靠左線如常駕駛 但車身右邊突然有碰撞 令到的士一度搖擺不定 右線繼而有兩部貨車輛衝前 一前一後難腰撞上 前面貨車輛打白甲轉 橫框兩條行車線 後面貨車輛衝入左線停下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難怪司機爆粗 無端在隧道中都可以撞到 據報乘碎兩輛貨車輛撞 現場交通一度擠身 另一邊箱案件還有待調查 另外先講講熱話 根據HK的報道 巴士乘客過多要站 港南不滿 呼籲加班次和 狠批無腦牙 今天網友拋一建議KO他 難民提到 事主在Facebook群組上上載一張照片 看到多位乘客站於巴士之內 甚至站到車頭位置 巴士正在前往牛池灣轉車站 事主表示 晚上乘巴士返回上水 但是比這麼貴要站 沒有路 建議巴士公司 應該要加密班次 應該要安排兩班巴士 在不同時間接載乘客返回上水 大量網友笑言 事主可以選擇等到有位先上車 又或者去總站乘巴士 亦都說 叫他來車你一角便可以 亦都說 這個世界並不是圍繞閣下而轉 根據巴士路線由總站開出 車費是16.9元 去到大老山隧道B1的月台巴士站 車資便會下降到13.8元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乘巴士要站 港南相當不滿 就說車費這麼貴 結果要站 不過其實乘巴士沒有位便要站 有網友就說 你不喜歡便等到下一班 有位先上車 又或者可以坐其他交通工具 結果這個普軟的貼文 就被網友笑回頭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另外亦都說這宗消息 根據HK的報道 有關狂蜜病 44歲的女子在尼泊爾 帶了蜂蜜回來香港 進食過後 約半小時就中毒住院 內文提到 衛生防護中心 在昨天11月6日公布 正在調查一宗狂蜜病中毒個案 有一個44歲的女子 在10月31日 進食蜂蜜半小時後 就出現了心率下跌 低血壓 和頭暈等等的中毒病症 病人其後 到瑪麗醫院急症室求醫 並入院接受治療 在11月1日出院 並診斷為狂蜜病中毒 初步調查顯示 病人從尼泊爾 把蜂蜜帶回來香港 中心提醒 市民應該要向我 可靠的來源 或者養蜂牆 購買蜂蜜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這個44歲的女子中毒 送去醫院 原來是狂蜜病 和蜜糖有關 中心呼籲大家 如果在外地帶蜜糖回來 真的要知道那個產地 和背後資料 另外當然最好 就小心點 看看包裝 和可不可信才吃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 來支持礦仔的路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 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